大家好,欢迎收看一封频道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呈现了一个什么趋势呢 就是美国在很多核心的领域 已经逐步的不跟中国的科学家进行交流了 说白了呢,就是在一些核心领域进行技术封锁 这个表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呢,从这个科研的层面 我就不跟你交流了,学术交流会越来越少 然后第二个呢,核心的学科不再接收中国的留学生 这个趋势现在越来越明显了 甚至很多人说美国正在走向封闭 它走不走向封闭呢,我们也不太关心 但是呢,我们要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 假设美国跟中国的从科研科技这个层面 如果真正脱钩,就是不再跟你技术交流了 那么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这个科研之路 这个很典型的代表是谁呢? 俄罗斯 对吧,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没有芯片技术 那它的武器,对吧 它的导弹,那怎么办呢? 它从芯片这个角度 它走了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就是叫什么踏击晶体管之类的 那么因为它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那么它这个,它当然它这个芯片啊 这个体积比较大,比较笨重 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稳定 导致什么呢? 导致它大量的应用在这些军事上,武器上 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 它没有被这个美国夹剥的 那回复再看中国 对于中国来讲 现在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它体会到了,很明显 对吧 美国那边不跟你交流了 美国一不跟你交流 那紧接着欧洲啊 日本呢,也逐渐跟你交流会越来越少 有可能中国会被逼上梁山 你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 我们现在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你比如现在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它这个比较领先的 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技术 对吧 然后航空发动机 对吧 当然还有些什么核动力潜艇啊 核相关的一些技术 是到现在它仍然是领先的 大家看看这些图片啊 这是我去过俄罗斯 因为我是石油天然气能源领域的嘛 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展呢 还有俄罗斯的一些公司啊 其实我都去过 跟他们进行交流过 我还去过乌克兰 大家看这个照片啊 包括这个视频 乌克兰 你看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航空发动机 这个它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技术 当时啊 然后第二个呢 这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 这个 宇航员 宇航员回来这个 做的这个 宇航舱 在经过这个大气层之后 回收回来 你看已经熏黑了 这个高温隔热材料 你看 这是几十年前的东西啊 到现在他们仍然这个保存着 博物馆里保存着 然后 讲解员给我们讲解了 他所有的这个研发的历史啊 所以大家看啊 就是对比前苏联 对比俄罗斯 乌克兰这些 前苏联的国家也好 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科研之路 假设这一点我们做不到的话 那OK 未来美国要真正给你脱钩的话 经过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更长的时间 那中国就没有科技了 对吧 因为你被严格的封锁 你自己没有创新能力 对吧 当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的科学界啊 这些科研人员 其实对于整个西方的科研的这种思路啊 对吧 一些科研的常用的一些套路啊 其实都很明白了 那么当西方出现一个什么新的一个技术啊 然后我们通过论文啊 通过学术交流啊等等 很快就弄明白了啊 中国马上就赶上了 但是 如果他以后不给你交流了 对你进行严格封锁 全场紧逼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逼着我们中国人 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创新能力 如果你没有那种从零到一的创造力的话 那中国还是有很大风险 还是悬 说白了就是 对吧 就是到最后你仍然不能够解决一个从零到一的问题 那很多技术上你就是被落后的 你想抄都没地抄 所以呢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那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工业基础 同时呢 这个西方的科学也不是从中国起源的 我们是在学习人家 那一步一步学习到今天 但是到今天这个时间点 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 我们必须得学会从零到一的创造 那么这个创造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叫什么 我记得俄罗斯有位科学家曾经讲过一句话 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之后啊 要敢于质疑西方不一定是对的 要破除西方一定是对的这种迷思 你想想这句话啊 就首先如果你想有创造力的话 你不能说 人家这个美国那个欧洲 他们是这么做的 那我们也这么做了 那你就不会有从零到一的能力 对吧 这就像这个科研界流传一个段子 很有意思 说你这个东西美国做了吗 然后这个科研人员说 美国做了 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这个领导就问 那美国做了 你还做的干啥 言外之意之后 你就不用做了 等美国做完 你抄就行了 还有呢就是 美国做了吗 他说 美国没做这个东西 我们独创的 然后这个领导又说了 那美国都没做 你做的干啥 这就是流传的一个段子 所以说这种思维以后 敢不敢去把它去除掉 就如果想有从零到一的 这种创造性思维 首先在意识上 我们就有敢置于一切的 这种置于能力 第二个要有自信 你看看 我就感觉 我去俄罗斯也好 去他们的展会也好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虽然俄罗斯那个国家 它的经济 确实非常差 很穷 但是他们做事 他们的这个科研能力 搞一些什么技术 是非常有自信的 敢于去质疑西方 觉得他们就不行 我们就是可以 所以呢 有没有这种自信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 有没有这个决心 这个是 也是考验中国人 我们如果真的想成为超级大国 真的要超越美国的话 那么这一关是必须得过的 有没有决心 敢搞出从零到一的 这种创造性的 这种科技成果 还有呢 就是体制要跟上 就是对于整个中国的 这种知识产生的保护 我觉得必须要 更加的这种 首先社会 大家对于这个事情的 心态上的重视 同时呢 从法律层面 要非常合理的 非常严密的 去保护知识产权 因为只有保护知识产权 才能激发人们 更大的这种创造力 这些方方面面 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 如果我们想超越美国 如果我们现在 叫什么 未雨绸缪 就像华为一样 多少年前 他就思考说 如果美国人 不给我们用这个系统了 怎么办 美国人不给我们 断供芯片了 怎么办 多少年前 华为就会思考这问题 然后做了充足的准备 那么这是一家公司的 这个做法 那么作为一个国家来讲 我想我们更应该 去做好这个准备 万一 不是万一 现在已经是这样 进行当中了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逐步的核心的这种先进的技术领域 就是不跟你技术交流了 你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做好准备 但是今天这个视频 也算是 抛砖引玉吧 我希望呢 通过这个话题的这种抛出来 然后呢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思考 然后希望大家有更多的讨论 然后呢 我们一起去呼吁全社会 呼吁科学界 去做好这个准备 这也是为我们国家发展 做了一件大好事 好 如果喜欢的视频 请关注我 谢谢大家